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孟臣老師 歡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今天加捐股價指數 目前盤中下跌了36點 雖然說跌幅不是很大 可是今天的政府 它算是蠻劇烈的一個狀態 所以昨天美國股市 雖然是一個大漲的行情 可是好像對台股 沒什麼太大的一個幫助對不對 那這種影響性 其實有時候它是會 遞延的一個效果出現 所以台股跟美股 現在一個最大的一個差異別 在於說台北股票市場 目前上方還有一個缺口壓力存在 那你要越過這種缺口壓力的話 基本上要嘛先突破越均線的反壓 要嘛你就是橫盤整理之後 再用一根長紅棒 來去做一個突破的一個表態 所以呢整個格局上面來說 它還是呈現一個 低檔亮縮整理的一個格局 那這種亮縮整理的格局 就是一個變盤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過程 它是一個過程 但是未來它會往上還是往下 基本上我們從美國股市的角度當中 可以去看出一些端倪 首先我們從道瓊指數來看 我還記得10月13號那一天有沒有 當美國公佈了所謂的9月CPI 它高於市場預期 結果當天呢美國股市啊 它是先開低了500點 最後呢大漲800點做收嘛 那高低點的價差高達了1300點 然後呢拉出了一根長紅棒出來 那我說這根長紅棒很重要喔 它的重要性在哪裡 在於說這一根長紅棒 它已經突破了誰 它已經吃掉了這四根的K棒對不對 那也就是說 它是一個低檔的轉折訊號 而且它突破了月均線的反壓 那我一旦突破月線的反壓 那我上去之後回測一下月線 只要月線不破呢 它就會開始往上去做一個反攻 去做一個攻擊 所以現在的稻窮指數呢 它開始出現了回測之後 開始上漲對不對 那我說昨天跟大家談嘛 頸線的壓力一旦突破之後 就可以更加的確立整個行情 整個稻窮指數 它已經出現一個改變了 所以到昨天為止 美國稻窮指數再漲了300點 它已經正式的突破了頸線的壓力區了 所以從原本的一根長紅啊 吞掉了前4K 到現在為止 它已經形成一個WD型態呢 完成了對不對 那你現在突破壓力之後 它會再來去做一個回測支撐的動作 它會再回測一下喔 那你在回測支撐的時候 請你要記得 強勢股拉回要站在買方 來去做一個切入 來去做一個佈局喔 那台股 雖然沒有跟上美國股市的腳步 但我認為它也是敘事待發 簡單來講啊 你想喔 當美國股市呢 它可以完成一個多方趨勢的一個轉折 那台北股票市場 它早晚要跟上美國股市的腳步 那今天之所以會形成一個震盪整理的格局 最主要是因為禮拜三 起貨結算的關係 那我今天只要度過了之後呢 未來就算美國股市大跌 你都不用擔心 因為它在做回測 台股反而會怎樣 它會逆勢往上去做攻擊 所以接下來呢 你會看到 美國股市跟台股 會呈現一個反向性的一個走勢 美股跌台股漲 美股漲台股反而會下跌 這個各位投資朋友們 一定要特別去做留意喔 那美國股市為什麼會大漲 我之前跟大家談過對不對 所有的事件 它到一個極端值的時候 它會開始出現一些改變 比如像說 以前大家很擔心通膨 那我之前也跟大家講 通膨真的很重要 因為當你的通膨太高 你會影響到很多這種消費者 他們未來購買產品的一個意願 比如像說 我現在的薪資水平是3% 成長3% 可是我的通膨高達9% 那也就是說 我實質上的薪資所得 它變成負值 這就會影響到很多消費者 他在購買產品上的時候 他會開始精打細算 那你想嘛 當我開始精打細算 當然很多的東西 它的消費力道就會減緩下來 這就造成所謂的經濟 開始緊縮的一個狀態出現 所以8月份呢 美國公佈CPI的時候 當天美國股市是直接跌了多少點 它是直接跌了1200點 可是反過來喔 當你到9月份的時候 它一樣公佈了CPI喔 可是呢 當天卻是一個開低走高的長紅棒出來 那為什麼只差一個月的時間啊 為什麼會產生這麼大的一個變化 最主要的還是在很多的領先數據上面啊 它已經有一些降溫的現象出現了 我們要了解說 美國這次的通膨 它最主要的原因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三個市場上面的價格 它出現了一個改變 這三個市場上的價格 就是影響到很多企業它的生產成本 甚至呢它在銷售上面的成本 它的壓力它會出現嘛 所以這三個這三個所謂的重要的通膨的指標 我們一定要拿來加入觀察 所以呢這三個指標包括了 在運價的部分 在油價的部分 在房價的部分喔 因為運價它代表企業的什麼 運輸的費用 油價代表它生產的費用 房價代表很多銷售的房租的費用 那你可以發現到說 其實這三個價錢 最近受到整個這個政府 美國政府聯準會的打壓之下 已經開始出現下滑了 它已經開始從高檔 已經慢慢開始回落下來了 我們就講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好了 最近呢為什麼這個所謂的長榮 陽明 萬海有沒有 它會被打得這麼兇 像陽明 長榮 萬海 為什麼最近它的股價 明明獲利很高 為什麼股價一直在跌 因為很多國際市場的 所謂的貨櫃的報價 它跟去年完全呈現一個相反的走勢 我們現在可以發現喔 去年整個貨櫃的指數的部分 從原本的年初 一貴大概兩千塊錢的美金 引入了暴漲的十倍 到將近快哪裡 將近快一萬一千塊錢的美金 這是一個很高很高的費用 也就是說 你這個東西啊 假設我洪老師是生產 這個所謂的筆記型電腦好了 我筆記型電腦我要運送到美國 我不是用空運嘛 我一定是用海運 因為海運的價格比較便宜 那以前海運這個價格 可能佔我的生產成本 佔我的費用大概2%左右 但是因為現在貨櫃呢 價錢開始暴漲上來之後 我原本的2%變成了20% 那這會造成很多企業怎樣 他不敢出貨嘛 又或者是說 他必須反映在他的售價裡面 提高他的所謂的售價的一個 一個 一個提高他的整個售價的一個幅度 所以當這些幅度一旦提高了 就會造成通膨的上漲啊 不過這件事情 在今年開始出現了一個改變 從年初的1月份開始 其實國際的運價已經開始往下滑了 到最近這一兩個月以來 他下滑的速度加快了 他整個下滑的速度加快 從年初的高點 大概一萬一千塊錢的美金 跌到現在只剩三千塊錢的美金 光這樣下跌的幅度 將近快70% 將近快70% 也就是說以前啊 大概這個生產成本 他的費用有沒有 他從原本的將近快20% 已經檔到了哪裡 已經檔到了將近快4%左右 那你這些費用 未來就可以回饋給他的消費者啊 那你回饋給消費者 通膨的力量 通膨的問題就會開始降溫下來 所以以前當時啊 美國在塞港的時候 拜登總統做了很多的措施 他就是要怎樣 他就是要壓低這個運價 甚至他派出美軍 來幫忙去做一個運送 他問題 他就是要把這個所謂的運價的問題 給他壓下來 那確實從他做了很多措施之後 慢慢的他也展現了成果出來了 那這是運價的部分 那國際油價的部分也是一樣 今年3月份的時候 國際油價創下高點 來到120塊錢美金一桶 可是現在呢 整個油價呢 就算OPEC減產喔 他宣布要減產 結果油價呢 他並沒有怎樣 他並沒有再創新高 反而一路的往下滑 滑到了現在呢 只剩下85塊錢美金一桶 但是啊 拜登似乎對這個價錢 還是非常的不滿意喔 所以呢 他持續的釋出 所謂的戰略原油 目標是什麼 要把油價再往下打 那美國本來就是 國際之間 全世界第一大的 這個石油生產國啊 他其實比所謂的 沙烏地阿拉伯產油量 還要來得更高耶 他本來就是具備一個 價錢的一個優勢 量的一個優勢 那現在拜登總統 我就打算要把油價打下來 那甚至呢 他也預估喔 他什麼時候要買回 三倍存油 60塊錢到70塊錢美金 他要把戰略存油 再把它買回來 所以呢 拜登認為 國際油價你就是應該 在60塊錢到70塊錢 美金一桶 當你來到120塊錢 我告訴你這就是太貴了 他就是太貴了 所以他就是硬要把整個 國際油價給壓下來 我相信沒有人可以阻擋 拜登想做的一個事情 所以當國際油價開始下滑了 當所謂的運價開始下滑了 其實對很多的企業來講 他的生產成本 可以大幅的降低下來 那我的生產成本 一旦大幅降低下來的時候 其實對未來喔 很多的企業來說 他反而是一個利多 他反而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利多 因為我的費用下來啦 我的成本當啦 那我的售價呢 因為通膨的關係我提高了 那我提高售價之後 我會很快速的把它往下調嗎 不會啊 所以呢 他就產生一個非常大的利差 他會出現 這個很大的利差 那就是未來企業 他的成長的力道 他未來成長的動能 他就會出現了 所以呢 現在很多的法人 很多市場上的資金 已經在思考這一點了 從原本的高通膨 可能到明年之後 整個通膨會快速的下滑 當你通膨一旦快速下滑 聯準會呢 他的升息力道 就會開始怎樣 減緩下來 當我的升息力道 一旦減緩了 對於全球的金融市場而言 原本的利空 變成了一個利多 那不就是推升股價 上漲最好的一個理由嗎 所以我認為 台股來到這個位階啊 到萬三以下 我講實在的 真的非常的低估 這就很像百貨公司的週年慶 最近是不是都在週年慶對不對 那週年慶的時候啊 你買的東西 他會是最便宜的 可是週年慶的時間 他不會等你太久 他不是每天在週年慶啊 週年慶就這麼一段時間而已 過了他就沒有了 所以你在行情下跌的過程 你反而要去找好的股票 來去做一個佈局 有哪一些標的被挫殺的 甚至他的價值本來就很高 只是因為一時之間大家的恐慌 讓他來到一個 價格不合理的狀態 就是週年慶的打折的 大優惠的狀態 那這種大優惠 蹭低來去撿便宜 只要時間一拉長 我相信對你來說 會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機會 跟很大一個報酬 所以財富再分配的時機 由哪一些標的 帶回廣告回來 我們繼續分析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進一定代出 精選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貸進一定代出 成通同步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代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成通同步 值得托付 0R2752 5868 2752 5868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台股直播室的現場 我是孟辰 在11點到11點半 陪大家一起看盤 那股票市場 跟其他的這些所謂的原物料的一個金融市場 其實他們 就是在兩個極端之間 去做一個擺盪 一個叫做盛極而衰 一個叫做匹極 它會太來對不對 那包括了 在今年8月初的時候 當時呢 德國股市也出現了一個轉折 8月17號那一天 我說 德股出現了一黑吞4K 那這種一黑吞4K出來 它跌破月線 它整個趨勢它就會轉弱了對不對 它就整個趨勢就會下來了 那當時我就去思考這一點啊 有什麼事件它會影響到 德國股市的表現 否則為什麼德股會出現一個轉折的訊號呢 它會出現一個高檔的轉折訊號啊 甚至當時台北股票市場 也因為國安基金戶盤的關係 從一萬三 一萬四千點 漲到了一萬五千點啊 當大家在一個極度樂觀的時候 我反而提出我的看法 我說你要注意喔 未來有這些利空它會發生 包括了普丁 他要封鎖歐洲的天然氣 包括美國因為通膨的關係 他要快速的升息 包括消費性電子庫存過高的關係 包括設行 受險業面臨投資虧損的壓力 那你現在回過頭去看喔 老師當時跟大家談的所有的利空 它全部都實現了 它全部都發生了 那當然很多市場上的專家 開始會拿這些利空來告訴你 你看喔 現在普丁要封鎖歐洲的天然氣 未來整個歐洲的這個 經濟狀況會很糟糕 美國要升息啊 所以未來整個美國的 這個美元指數會大漲 所以美金變強的時候 對這個所謂的薪金市場來講 它就是不好的 或者是受險業 你看這個外資他調降了國泰金啊 或者是這個 這個所謂的富邦金 他們的未來的目標價 那他們所講的 不就是我當時在八月份 所預估的一些事情嗎 那這些事情都已經怎樣 都已經實現了嘛 所有的利空全部都已經怎樣 都已經完成了啊 那你完成之後 我們反而要去看喔 後續的影響 它有沒有出現一個改變 比如像說 歐洲的天然氣好了 歐洲的天然氣從普丁喔 那時候封鎖歐洲天然氣之後 曾經一度暴漲上來對不對 當時呢 歐洲的天然氣創下一個新高 來到什麼 來到100塊錢美金耶 可是 不代表說歐洲的天然氣 就此怎樣 一路往上飆啊 從當時普丁宣布封鎖 如果這個北溪一號之後 其實你看歐洲的天然氣 最近開始怎樣 崩跌啦 光這一段時間 這一個月的時間裡面 歐洲的天然氣跌了60% 跌了六成啊 所以這不就是天然氣的價格 它已經出現了 盛極而衰的狀態嗎 我普丁都已經封鎖了啊 他現在能夠封鎖了 也只有北溪一號而已啊 那你北溪二號咧 現在呢 歐洲那個俄羅斯普丁 他告訴德國 我現在可以開放喔 你只要一聲令下 我馬上就供氣給你 結果德國說什麼 我不要了 我不用謝謝 為什麼不用 因為天然氣的價格 已經跌下來了嘛 那你天然氣的價格跌下來 對我的歐洲通膨來講 已經開始大幅的降溫了 當我開始大幅降溫 我不需要你俄羅斯的天然氣 我一樣過得很好 這就是整個市場上面 經濟上面 開始出現一個轉折訊號的開始 所以當你原本過去喔 大家所害怕的一些事情 他已經不再那麼恐慌了 當以前大家所關心的那些利空事件 已經不再是影響的關鍵了 那你現在就要開始去思考 我們的操作上面 我們的策略上面 要不要出現一個改變 所以我說台股啊 因為這些利空被打壓 那很正常 從一萬五千點跌到了一萬三千點 這一段的急跌下來之後呢 他該反應的都已經反應了嘛 那你接下來呢 你要去思考啊 是不是有一些個股反應太過於誇張喔 比如像說 這個台灣的半導體好了 美國加強對中國晶片的管制 全球半導體股起跌 這是上個禮拜 大家最關心的一件事情嘛 雙十連假之後 台積電哇突然出現崩跌 那也是因為美國要封鎖的 這個所謂的中國的半導體啊 我也強調過啊 其實我們這個美中貿易大戰 打到現在以來啦 他也一直都沒有停止下來的一個跡象 但是每一次只要一些利空出來 就會造成股價的一個震盪一個下跌 那你要知道說 每一次震盪下跌的時候 他到底合不合理 他的影響性會有多高嘛 這叫做看得更寬 想得更遠 你才會得到的更多啊 所以我認為說 不是看到利空就去砍股票 而是去想想看說 哎呀這些利空 他到底影響性會有多大 所以我跟大家談過 像台積電的部分有沒有 台積電你就直接很簡單 你就把它算出來 啊今年的EPS是多少啊 你的毛利率影響多少啊 預估的 未來的EPS會是多少啊 那你以20倍的本益比 去做計算就好了 台積電給他20倍的本益比 我覺得非常的合理 那你就知道說 其實以他現在的股價來講 401塊錢 他到底是不是低估 如果他是一個低估的位置 那不就是向下空間有限 未來呢 向上的獲利 無窮大的一個地方嗎 那當然我也不是要買在最低點 我只要買在一個合理的地方 就可以了啊 那你在震盪的過程當中 你不會害怕 未來漲上來呢 你自然有獲利嘛 那當然很多人會講啊 講說哇台積電你看喔 這種這麼貴的股票 一年才配息10塊錢 12塊錢 真的這種殖利率來講 對他真的太貴太貴了 那我必須要反駁這種言論 簡單來說喔 我們買股票最重要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要看他未來的成長性 讓一家公司 他可以每年以10%的幅度 來去做成長 你知道嗎 光7年的時間 他的成長幅度可以高達一倍 你只要7年的時間就好了 他的成長幅度就會高達一倍 那台積電未來的成長幅度 有沒有超過10% 就整個魏德英先生他所講的啊 每年他會成 他會維持一個 10到15%的成長力道嘛 年複合成長率高達20% 也就是說台積電如果說 他每年以10%的幅度 來去做成長 我現在賺了32塊錢 我7年之後他會變多少 變60塊錢 那你想喔 他現在配息 假設配10塊 我7年之後 我配息是配多少錢 我可以配到30塊錢 這就是 為什麼股票市場 會比債市來得更好的原因 在於成長力道嘛 所以為什麼巴菲特 可以靠股票賺那麼多錢 他就是靠這種滾 這種滾動式的 雪球方式的 這種滾動的方法 來去累積他的一個資產啊 所以我們要看的是 一家公司未來的成長性 有多高嗎 不是他現在呢 遇到什麼樣的利空 他股價在哪個位置 所以我說只要他的未來 成長性不變 不用多 10%就好了 你只要10%的成長力道 你7年就是一倍 那你現在 光今年台積電都成長三成啊 如果未來7年要成長 維持10%的成長力道 我覺得不難啊 真的不難啊 但是股價跌下來 大家都忘記了 忘記台積電他這家公司 他的競爭優勢 他未來的成長力道在哪 就很像說 當年290塊錢的時候啊 大家也把他罵到臭頭啊 我說你把華為的影響基 你把他算出來就好啦 台積電290就是低估嘛 那後面是不是漲到600多塊 可是290的時候沒人敢買 600多塊錢一大堆去追啊 那你這樣做股票 什麼時候才輪得到你賺錢 對不對 所以我說台積電還是台積電 什麼樣的未來他都沒有改變 強勢股拉回一樣 趁著利空站在買方來去做佈局 那當然我們從台積電的法說會裡面 你可以發現到喔 其實有很多喔 包括高階的智慧型手機 包括高效能運算 物聯網跟車用電子 這一塊的市場 它是沒有改變的 它維持一定的成長力道 只有消費性電子 因為什麼 因為NBPC 它銷售呢 開始下滑的關係 所以受到一些影響 但是對整個 整個台積電未來的成長力道來講 並沒有產生太大的一個傷害 所以我們還是一樣 樂觀的來去做一個評估 那當然 以整個台積電法說會所講的 高階製程不受影響的話 那有些個股呢 比如像說星星好了 我說這就是超跌啊 對不對 因為ABF載板 就是放在所謂高階製程上面的東西 那你現在很多的高階產品 它不受到影響 你說股價跌下來呢 很多人在這個地方去放空 那我講啊 如果你放空在這裡 向下空間有限 未來一旦嘎上去 那向上的獲利 它會無窮大 所以你去看喔 3037的星星有沒有 已經慢慢的怎樣 突破月均線之上 已經上來了對不對 那你月線已經轉為 翻陽向上的時候 我的月線怎樣 變成一個支撐點 所以呢 這些股票慢慢的會帶動行情 開始往上去做攻擊 包括8046的南電也是啊 當時跌下來的時候 大家都在罵 可是呢我也講啊 這個位階點上面 有什麼好不能買的 那你向下空間有限 你未來突破月線 現在已經上來了 那整個趨勢就會出現一個改變了 所以台股當中其實 沒有大家所想像的那麼悲觀 還有很多的好貨 比如像說華通 今年也賺了2.79元嘛 上半年就賺了2.79元啊 那同樣的 你說這個股價沒有低估嗎 我告訴你超級低估的 所以有很多的好貨 現在就是台股週年慶的時間 那當然這個時間不會持續太久 你要趁著回檔 找到好的股票來去做佈局 看得更寬 想得更遠 你才會得到更多 不曉得怎麼操作的 歡迎廣告時間 撥通電話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我們還有還有一堆 我們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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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完